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北京新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大使接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政大國關中心教授湯紹成 大家好 好 立刻看看這個蔡英文 是不是被立陶宛當成了肥額肥羊 我們就這樣子被宰了 抗中的基金變成資中嗎 這個王宏威立委講到了 這個立陶宛住處的官說 這個國發會中東歐 投資基金會的融資 大約3億元給立陶宛的太陽能廠 但是中間進口的台商 卻借殼從大陸購買了原物料 而且國發會還被我國 駐立陶宛代表處特別關照過 才允許融資 外交部回應是講說 這個台商的生產地 本來就遍布兩岸 操弄這個出口地為 中國大陸凸顯對於產業的無知 而且歧視在中國大陸的台商 詆毀外交工作 與中共的認知戰如出一策 讓大家覺得說 外交部怎麼突然換了一個講法 因為前一陣子不是在講說 我們台商不應該去賺紅錢 我們台商應該要回台灣 這時候突然變成說 台商本來出產地有各式各樣的地方 恢復了它的理智嗎 又開始在那邊講另外一套說法 而且這個立陶宛是不是我們被當成 一個下金蛋的肥額 你看看 這還有外交官有電報在市井說 這個駐立陶宛的代表處的一個電報 我們對於這個立陶宛的單一企業 提供了兩億台幣 他說這個已經是極高的額度 實在不宜再貿然增加 所以到底是為什麼 難道真的是有從上而下的壓力 我們必須對於立陶宛 所有的事情照單全收 就像是我們當棋子 還有分大棋子跟小棋子 小棋子還要聽大棋子的話 這樣的一個社會氛圍 這樣的一個國際氛圍 讓大家覺得 我們台灣真的是被當盤子了 再來這個消息 也是讓大家覺得很妙 因為我們本來 是要送給這個沖繩 這個首里城 因為他們2019年的時候大火 我們那時候林木局 原定7月5號要送5個 這個台灣的紅塊木 送給日本的沖繩 首里城 然後讓他來重建 這樣子的這個廟宇 那結果儀式卻臨時的取消 外界是講說 是不是擔心立陶宛 這種凱茲外交爭議延燒而取消 可是領館處是說 我們只負責提供這個紅塊木 跟活動場地 不清楚真正取消的原因 問到了外交部 他就講了 他有一套說法 他說這個涉及特定 零產品的出口管制相關法規 為了完備程序將跟日方持續協調 後續的事宜 那到底怎麼樣的這個檜木 是多貴的檜木 會被稱為凱子外交呢 大概15萬 台幣15萬 人家覺得15萬跟這樣子 兩億台幣 真的能夠比在一起嗎 這是突然為著立陶宛而取消 還是背後有其他原因 是不是因為聽到了 不喜歡聽的話 比方說沖繩之勢 郁城丹尼去到了 這個中國大陸的訪問 講說絕對不能因為 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 讓沖繩淪為戰場 然後是不是美國聽得不開心 台灣跟著就是 我連快樂幕都不送你 會是這個樣子嗎 因為接下來郁城丹尼 抵押了北京之後 跟李強見面 到底會不會跟習近平會晤 不得而知 但是看出來 沖繩並不希望捲入這一場 這個中美之間的 這個對立或戰爭當中 不想要當炮灰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現在沖繩之勢去到了北京 還有去到這個琉球國的目的 也說希望這個 中國大陸跟這個沖繩之間的友好 能夠持續下去 沖繩之勢也向李強提出了 說希望能夠恢復 跟中國大陸的直航 這個直飛的航班 那看看 李強其實這一回也是高規格來接見 說要藉此 是不是要強化這個反美勢力 來遏制台灣的問題 這是台灣媒體的一個解讀 因為他說中方一直在批評 這個美國跟日本 對於台灣有失的關注 是內政的干涉 如果加強了對於沖繩的影響力 在美軍基地上面這些問題 製造一些矛盾的話 日方將難以插手 在有勢之際 更難使得沖繩基地 來作為一個相關的使用 不過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報導 就是華爾街日報提到了一番話 他說台灣應該要強化軍隊的決心 這個會影響到美國 美軍在這個如果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 他的介入程度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要怎麼樣的決心 才叫做決心呢 你們才願意幫助台灣呢 這原來是引述了 這個退役的一個空軍中將 他講到說 台灣人如果不願意 全心全意守護他們的島嶼跟人民 美國不會為了台灣 犧牲自己的子女 哇這一句話很有意涵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 一定要全面全民皆兵 怎麼樣叫做全心全意 也是要由美國來定義 我們假設有一個不樂意了 是不是美國就可以說 我不會出兵 我不會幫你 是不是他們已經替自己 找好了一個台階 所以你們台灣人 李當要全面的全面作戰 我們美國才會願意派一些些兵去 不知道反正這一番話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我們台灣人 還是要靠我們台灣自己來保衛 美國也沒有那麼想要派兵來幫忙你 我們另外看一下 金融時報也講說 擔憂台海的警商 其實有一些人 中富族群 在台灣中富族群 已經乾坤大挪移 隨著現在中國大陸 加強對於台灣的軍事的一些動作 有一些台灣人 已經默默在找尋保護自己財富 以及準備退役的選項 過去只有超有錢的人認為 錢放在海外比較安全 現在連中富族群也開始在討論 所以是不是包含了一些綠營 可能比方說兒子孫子都還在美國的 他們可能動作會比我們來得更快一些 有備無患 就像烏克蘭要打仗的時候 有錢人先走一批 我們先來問一下介老師 我們現在有一個綠營的總統候選人 他都已經撤退了 他家人都撤到美國了 對不對 一天到晚要用備戰來指戰的 戰鼓敲得這麼響 先把你家人接回台灣再說 對不對 再說這些中富 你這些大官都這樣做了 你還要中富怎麼做 這很清楚 因為我覺得美國人 你不出兵就算了 還把責任灌在台灣人幹嘛 對不對 任何社會都有人反戰 有人主戰 台灣現在就是賴清德主戰 我們都反戰 對不對 你不能說有人反戰 美國就不出兵 所以這個東西 為了自己不想出兵 還要把責任怪給別人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伎倆 不過講到就是說 我看到立陶宛這個事情 我看到外交部的電報 再一次出現在這個 這個四人的眼前 過去有一次 就是當時印尼代表處 當時這個 我們屏東的 那位曾經跟蔡英文一起搭檔的 參選副總統的 他們這個藉著去印尼參訪 實事上遂行自己的私利 也被外交部的電報 把它指正出來 那個電報也露出來 對 這也有第二次 外交部的電報是非常嚴謹的 那個不太可能露的 你做得太過分了 這就變成這有一個吹哨人 外交部是這個 我覺得是非常高素質的 不會看不下去的事情 不會有這種電報往外露的 外交部不是講得很清楚嗎 你這個對單一企業 提供兩億台幣 對 這個你怎麼對國內怎麼交代 對不對 你怎麼會 你把那邊挑一個企業 我給你兩億 這個以前沒有人要這樣做的 而且你外觀都已經反對了 那我們過去來講的話 一定是尊重外觀的意見 那你還一意孤行 到底為什麼 對 現在蔡英文 整個的立陶宛事件 這個將來一定要拿出來檢討 提醒國民黨就是說 將來能夠執政 這個案子一定要拿來檢討 因為他前後一共答應了 這個十二億美金 這兩億台幣算什麼 十二億美金是多少 你知道多少 三百六十億台幣 三百六十億台幣 給立陶宛一個國家 換回來什麼 沒有 那現在你要把這個三百六十億 這個立陶宛就天天逼你拿錢 對不對 我已經在你台灣設一個處 叫什麼 立陶宛經濟貿易辦事處 也沒有在台灣或在台北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在立陶宛設了一個處 叫台灣人代表處 或者台灣的代表處 怎麼翻都不是台灣代表處 就被人家這樣呼 給人家三百六十億 天天逼你拿錢 這個案子更過分的部分在哪裡 然後你還要五場提供它技術 我今天給你硬體 給你這個 給你錢 給你去社公司生產 技術還不能算錢 你知道在這種高科技 最貴的是什麼 就是技術 你要付專利費 我們這一支手機 你知道生產一支手機 這個中間專利費 要付多少錢 你知道有專利你都要付給它 美國就靠專利費 維持了很多公司的營運 都是專利費 結果尤為任何國際慣例 提供技術不要錢 結果外館看不下去 報回來 這個寫得清清楚楚 住立陶宛代表這個電報 結果你蔡英文還把它推翻 還要怎麼樣 一定要一意孤行要去做 這裡面我提醒 這裡面他有這個 我看報紙 我都看報紙 報紙說這個12億 要拿給立陶宛的錢 其中有一部分錢 要靠有一個公司來執行 這個公司叫什麼 這個公司叫台山公司 台山公司 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這是拿著公家的錢 然後再做投資 可是不接受任何 民意機關的監督 我們的納稅錢 給這個公司去做投資 然後這個錢怎麼用 大家都不能管 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又把整個 給立陶宛12億 有一部分叫台山公司去執行 就是因為它不透明 我想這家公司是誰選的 立陶宛單一公司是誰選的 為什麼選這一家 為什麼寄書不要錢 有沒有利益輸送 有沒有上下起手 有沒有舞弊 有沒有腐敗 這個都要查清楚 所以侯友宜講 然後要成立恢復特徵組 恢復特徵組要幹嘛 就要把這種事查清楚 這個都已經外交部 最遵守國家法律的部會 裡面都有吹哨的人 看不下去去吹了 吹出來了 這個案子要好好查 不要等國民黨拿到政權 現在就應該要查清楚 好 來問鄭遠哥 我接一下介大使的說法 台山公司不曉得誰 是民進黨大官在經營的 對 想像一位吳先生 對 大家知道說民進黨是怎麼樣 栽培他們的官員 退路都非常的好 至於立陶宛 我們到底拿到什麼 我們就換了一個代表處 外交部的說法是很有趣 他說我們在歐洲 在歐洲敲開一門磚 從立陶宛開始 接下來的波蘭等等 你立陶宛就12億美金 你波蘭要多少錢 立陶宛的人口只有280萬人口 他也並不窮 他的國民所得 有到達2萬5千塊 一個這麼一個不窮的東西 你給他的12億美金 他加到哩哩哩哩 什麼一大堆的技術等等 只是栽培了什麼 立陶宛政客所經營的一家企業 就這麼簡單 就是我們台灣是有退休的 民進黨政客 然後經營的公司 從政府搬錢 在外交部的安排底下 把錢弄到立陶宛 由立陶宛政客所經營的公司 這個叫什麼 我想我們所有的老百姓心裡 繳稅的時候就要知道 我繳的錢是這樣被民進黨花的 我們換到什麼 換到敲開歐洲的門磚 我們歐洲不是有 設了一大堆什麼歐盟代表處嗎 我們設了一大堆什麼 各式各樣的什麼德國代表處嗎 請問如果是有真的 有像一些跟我們建交的巴拉圭 我們要給他多少錢 以人口比例 以規模大小 我們要給多少錢 我們這花了這麼多錢 我們能得到什麼效果 就是說蔡英豪棒棒 我們設了一個台灣人代表處 什麼台灣人代表處 流亡政府代表處才叫台灣人代表處 為什麼不用用台灣代表處 他很好玩 民進黨是什麼 英文跟中文分開 英文叫台灣人代表處 中文叫台灣代表處 來欺騙我們台灣人 可是對於琉球我們就很吝嗇 我們只要給他幾根紅檯木 可能是郁城丹尼 這個沖繩縣的知識跑到大陸去 民進黨政府看得不舒服 你要重建這個皇宮 守禮城 守禮城是以前琉球王國的王宮 那現在怎麼辦 他需要台灣檯木 因為以前日本人蓋了 就從台灣大量稻採紅檯木 送到琉球去蓋王宮 送到日本去蓋王宮 現在燒掉了需要幾根紅檯木 我們也不過煎了幾根而已 而且這個紅檯木 還是人造林生產的 不是天然 天然就貴 天然要300年才能夠追取 對琉球這麼吝嗇 對立陶宛這麼慷慨 到底你們在做什麼 難怪郁城丹尼會講 台灣有事 日本怎麼可以有事 日本當然沒事 誰有事 琉球有事 琉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琉球戰役 什麼狀況 三分之一人口不見 一個月內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見 美國的媒體當然很關心 好像我們台灣的軍隊決心不夠 誰說我們台灣的軍隊決心不夠 還是有很多人願意去當志願役 雖然像民進黨的很多的大官 比如說林非凡不想當兵 可是大部分人都還願意做這個事 可是為什麼打仗 你給我們個理由 你民進黨自己不打 只阻擋台獨人不打 要一般老百姓的去打 然後你們民進黨的金主 再講一次 這個金融時報的報導 跟聯合報的報導是對的 百分之百正確 我的很多的在財務管理界的朋友 都跟我講 自從裴洛西來台灣以後 他們的生意見不完 都有一大堆 民進黨的金主門 動不動 他們覺得擔心解放軍來 他們會被修理 所以就趕快把財產移到海外去 把這個 這個子女移到海外去 還不說 花點錢到處去要護照 申請美國利卡申請的到 就申請不到改加拿大 加拿大不行 可能現在墨西哥護照都很夯 所以我是覺得 民進黨怎麼把台灣搞成這樣子 不是說你民進黨幹了嗎 你們幹的好事 你們先落跑 這什麼意思 他們不是最愛台灣嗎 要個頭 結果跑得最快 假的 我們來問湯老師 立陶宛的這個事 其實背後都是美國 我們被逼的 當然不是我們 是民進黨政府 他被逼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因為美國下壓力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立陶宛的現任政府 他們的關係跟美方 是非常緊密的 就是他們在獨立以前 他們這些流亡的人 全部跑到美國去 然後90年代出獨立了以後 這些人陸續都回來了 現在可能是他們的第二代 所以說 他們跟美國的關係 是極端緊密的 讓我們無法理解 我們只知道立陶宛 可是不曉得他背後的 那一隻黑手 那隻黑手就是美國 所以說蔡英文的這些做法 都是被美國人逼出來的 也就是說 他就是要為了要討好美國 而來支持立陶宛 另外就是台山公司的問題 台山公司當然就是這個裡頭 我覺得應該是要查的 而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查得到 它好像是從國發基金 這樣子過去的 可是你國發基金是 我們可以來 從立法院 可以來調查的 就是說你這個基金的走向 到底是怎麼樣 雖然你到了那家公司以後 就查不了了 可是那家公司之前 他的錢怎麼來的 這個應該還是可以查得到的 另外這個琉球這個問題 琉球的問題 琉球原本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後來我們打敗馬關條約以後 就隔給日本 日本完了以後二戰 他又受美國的托管 一直到1972年 他跟釣魚台的這個情況 是非常類似的 就交由美國來托管 然後美國托管之後 就交給日本 可是他這個主權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解決 意思就是說 日本對琉球 或者說他們叫做沖繩 來只有行政權 現在就是因為日本 就是琉球的這個知識 他叫什麼丹尼什麼的 他認為他受到的日本人 以及美國人的這種壓迫 他已經受夠了 他覺得他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 所以說他跟中方開始親善 開始譬如說要談直航 或要談交流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台灣這邊 一看到這個情勢不對 趕快不敢支持他了 另外中方是不是現在 開始要打琉球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力的 制衡美國的一個方法 現在我覺得已經慢慢露出 苗頭出來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他下午到後 天三十六 三十六 你 我們再一次 二十六 二十六